戴安娜嫁给查尔斯的时候才19岁 像天使般纯真美丽 崇拜着她未来的国王丈夫 他们的婚姻像童话故事一样 尽管在他们订婚时 记者问查尔斯是否爱戴安娜时 查尔斯脱口而出的是 无论爱意味着什么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 她的感情还在别处 但人们依旧愿意相信 这是个童话般美好的婚姻 然而好景不长 两个人的婚姻果然亮起了红灯 彼此不忠的谣言困扰着戴安娜和查尔斯 1992年这对夫妇宣布分居 1994年查尔斯承认自己有外遇 1995年戴安娜接受了BBC致命的采访 正是这场采访 几乎扼杀了这对夫妇解决分歧 重归于好的任何希望 1996年两人正式宣布离婚 离婚后戴安娜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戴安娜王妃与儿子威廉王子的关系 因离婚而发生深刻变化 父母离婚对任何孩子来说都很难 想象一下 看着你的父母在世界各大媒体上相互接短 你会是什么心情 当1995年戴安娜接受BBC的采访 说王室成员非常冷漠 还说自己的丈夫查尔斯并不适合做一国之军 这个采访被是做对王室的背叛 受到了很多重要王室成员的反对 连戴安娜的大儿子威廉王子也认为妈妈不应该做那个采访 在戴安娜与查尔斯离婚前 戴安娜过于情绪化 即便威廉王子在身边也不背着儿子 他会在威廉的肩膀上哭泣 可是当时威廉还只是个13、14岁的孩子 据说当威廉听到母亲戴安娜在浴室里哭泣的时候 他轻轻对妈妈说 妈妈会没事的没事的 我会照顾你的 在戴安娜离婚期间 戴安娜本应该成为儿子的精神支柱 而情况却正相反 戴安娜离婚后 失去了一个重要头衔 王室头衔很重要 它代表着你在王室中的地位 当戴安娜与查尔斯王子离婚时 戴安娜王妃不得不正式放弃她的殿下头衔 戴安娜被剥夺了她的殿下头衔 意味着她 将不得不向所有以前的家庭成员行屈西里 这当然包括她的前夫和她的两个儿子 因为她们都拥有殿下头衔 据说 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丈夫 都同意对戴安娜保留她的殿下头衔 但查尔斯坚持反对 戴安娜保留了威尔士王妃的头衔 但是 如果戴安娜再婚 她的威尔士王妃头衔 很可能会被剥夺 据有讽刺意味的是 哈里王子在辞去高级皇室成员的职务后 放弃了她的殿下头衔 离婚后戴安娜的财物发生了变化 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 正式宣布离婚时 举世哗然 这种转变将不可逆转地改变戴安娜的生活 特别是 她的财务状况 据说 在正式宣布离婚后 查尔斯也正式宣布 她将停止支付戴安娜的账单 戴安娜最喜欢逛的40家商店的账单 将从那时起 直接寄给她 而不是像原来那样 给查尔斯了 戴安娜喜欢的许多设计师的工作室 都收到了来自查尔斯办公室的一封来信 要求即日起将账单寄给戴安娜的办公室 戴安娜王妃离婚时 收到2370万美元的补偿金 那是在1996年 估计相当于今天的4320万美元 除此之外 戴安娜还可以每年获得56万美元的补助 相当于今天的700万人民币 当然 查尔斯王子 开始并不愿意给这么多 但不给 就不离 显然 查尔斯非常想摆脱戴安娜 据称戴安娜去见伊丽莎白女王 并明确表示 如果她的条件不履行 她不会同意离婚 戴安娜王妃的居住地没有变 但她的办公室总部变了 在离婚诉讼中 房子也是一件大事 好在 住的地方一直就从来没有成为障碍 大概女王的房产太多了 戴安娜王妃 可以一直住在肯兴顿宫的住所 戴安娜不仅保留了原有 在肯兴顿宫的住所 并获得了8号和9号公寓 当然这些公寓不是我们30多岁人 租住的那种已是一位无电梯公寓 而是三层楼的房产 但她从原来跟查尔斯办公室 隔壁的工作室里搬出来了 搬到了肯兴顿宫 戴安娜在旅行方面 能够保留一些皇室特权 通常王室成员都有一大笔旅行预算 所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 住在各地的顶级酒店 然而当戴安娜和查尔斯离婚时 这种好处就结束了 戴安娜还面临其他旅行限制 除非她去私人度假 否则必须获得女王和外交部的同意才行 离婚后戴安娜王妃几乎失去了所有工作人员 王室雇佣的工作人员还是非常多的 比如女王 还专门有帮她撑鞋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新鞋子刚穿时会各脚 所以这个工作人员就是 负责替女王把新鞋子称一称 作为未来的国王和王妃 查尔斯和戴安娜也有不少工作人员 但离婚后戴安娜的工作人员竟捡到了三位 一名保姆 一名厨师和一个造型师 因此她的管家保罗伯洛尔只能身兼数职 司机助理送货员亲密伙伴 离婚后戴安娜王妃的安保也发生了变化 戴安娜离婚后也对她提供一定的安保 但据说是戴安娜自己拒绝了 据说是因为她觉得那些安保 不过是查尔斯王子安插在她身边的耳目 随时会向她报告她的行踪 据说在戴安娜与查尔斯分居后的几年里 伦敦的前警察局局长曾多次询问戴安娜 她是否愿意加强安保 然而很多时候她都不愿意 离婚后戴安娜王妃不得不归还头冠 可以说离婚后戴安娜非常不情愿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将一件物品归还给王室 就是伊丽莎白女王作为结婚礼物 送给她的剑桥情人截头冠 至于其他珠宝戴安娜还是可以保留的 比如她保留了她的蓝宝石订婚戒指 有意思的是 这枚戒指在她去世时留给了哈里王子 但二哈把它转送给了哥哥威廉王子 也就是现在凯特王妃戴在手上的 所以戴安娜留下的戒指和头冠都在凯特那里 这里我分明看到梅根愤怒的眼神了 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变化就是 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离婚后 两人的关系反倒有所改善 离婚的人相处得很好并不常见 但在他们分居的痛苦平息之后 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似乎相处得很好 戴安娜在去世前不久 曾与一位朋友共进午餐时 表示她和查尔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最佳状态 据戴安娜说查尔斯养成了在肯星顿宫拜访她的习惯 他们会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甚至谈笑自如 而戴安娜好像也跟自己以及卡米拉和解了 她甚至说如果查尔斯想要她 她会立刻回到查尔斯身边 哎 单纯天真的戴安娜才悔悟真是让人心碎 很想问时过境迁 如果上天给她一次重来的机会 她会不会更加理性一些 因为有些人生的一战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了 之前未经历锈 Frühlings 已经要消化了 你 氏